首先,这个是我们的Post System 我们会有Android Version, Windows Version,还有IOS Version 点进去Post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页面 这个是Login Page 右下角这边的话,有一个Clog In, Call Out 所以我们的System是有内置打卡系统 所以要打卡的话,我们需要每个人放自己的密码 我们Clog In 我可以看到我现在的Employee是这四个人 我今天想要Clog In 我打我自己的密码进去,Clog In 它就会On duty Clog In的话也是用一样的密码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密码来设置权限,Roll 有可能讲每个人的权限不一样,有些人可以看report 有些人的饿,不可以还钱,不可以做折扣 所以,接下来,这边,我进来的第一个步骤 我需要Open Counter Open Counter一样,打密码 然后,这边是我今天早上来做工 我要放多少钱的Petty Cash在我的Cash Driver里面 如果我今天放500块,我就可以直接打500 Save Open Drawer Drawer会弹出来给你放钱 进到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左边是桌子 右边的话有Other View Counter View,Take Away View 所以,我点开了我要点餐的话 我今天做一号桌,我就点咯 我今天做一号 左边是我的Menu 右边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做几号桌子 然后,我这张桌子的话有几个人 如果讲这个Customer的每一张桌子还要算人数的话 我们可以选一个叫Open Pack的东西 每一张桌子点进去,它第一个会挑Open Pack 说你这个几个人数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里挑着 现在我有三个人,我换成三 右边的话,这个是Order View 这张桌子一号里面有几张单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做到分单 做在一起分开完全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心愿首先,我们要Order东西 找到它,点进去 它就会跑去右边 在每一个Category的最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叫Custom Item 这个可以给你们,就是零食在Menu里面没有加的东西 然后,另外,charge customer钱 我可以帮它改名字 然后,update 价钱 OK Conform 它就会一样会去右边 所以,今天Cookies and Cream 如果我今天里面有Item要更改的话 我可以按这个里面 我可以改它的Quality 我可以加Product Add On 我今天想要在这边附加一个Coffee 我可以这样子夹 然后,拉下去 如果这个东西是想要做成Takeaway的话 我们可以选成是Takeaway 现在下面的话,它就会出一个Takeaway的Remark 厨房就会知道这东西要做成Takeaway 打包起来 这边有Remount 我们可以写下去 Conform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安排在这个Item的下面 其他的 其他的Function 我们可以点这个Quality 今天,我这个Item点错了 我要洗掉它 我打勾 Foi 另外,我们有Move Table 如果讲我今天要把 我今天做1号 我还要把这个东西移去2号做 或者是讲我今天 坐在同样的桌子 我要分担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Function 第三 Discount 我今天要给这个ShotDraw Very Shortcake 一个Item Discount Discount By Amount Percent Fixed Price Free of Charge 可以选哦 这样加入今天我要给它10%的Discount 它有没有Reference 可以打下去 Apply Discount 打密码 任何跟钱有关东西会涉及到金钱改变东西都需要打密码 我今天给错Discount 打过多一次 Remove 第四个 我们今天有一个Split Function 今天我order了五个 可是其中一个 我想要给它免费 或者是我其实order错 我只想order四个 我可以把它Split出来 四个 一个 我就可以把这个删掉 OK 第五个的话 我们有一个Sup Function 这个是配合CareDS AllDS的一个Function来使用的 然后今天 这边 这边 有一个叫Build Remark 如果讲今天我要针对整账单给Remark 我可以 Enter Remark Here Save OK 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More Function 如果讲我今天的 动作是针对整账单的话 我按More Void 整账单Void Discount 整账单Discount 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两个 Build Discount by Amount 或10% 扣五块钱 有没有Reference Discount 卡密码 OK 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Build Discount的东西 我今天要Cancel这个Build Discount 按这边 洗掉 OK 接下来 我要Move 现在我坐在1号桌 我想要移去桌子2号 我就整账单一起选 More 2号 Move to New Build 所以这样打蛋就会在2号 然后 如果讲我今天我要坐在一起 然后我要分开还钱的话 我讲这两个我要另外一张还钱 我可以打购这两个东西 我按Move Move回去2号桌子 可是 我Create a New Build Move to New Build 所以这里右上角就会看到会有两张单 一张单 一张单 是这个10块9的Item 一张单 是71块的Item OK 今天 我要 呃 确认了我的点单没有错 我想要散去厨房 让厨房做这个单 我可以按Send OK Conf 在我进去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它的区别在于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order一个就是新的东西的话 它是红色的 如果是呃 东西已经send去给厨房 它会是黑色的 所以这个是差别 在黑色的情况下 我要edit它里面的东西的话 我做不到 因为厨房已经可能开始做单了 OK 如果 我现在我要cancelItem的话 我只可以打go void 这时候 需要打密码 然后你要打reason 我们后台有一个 呃 void的report page 所以这个东西才会不见的 OK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print的function 这个是好像一个提前的checklist单 既然可能讲呃 我今天在counter order 然后我的customer坐在那个位置 我要去找他结账 我可能我print一个 呃 还没有结账的单出来给他 他check了他东西没有问题 他给你钱你再走回来payment 这样子哦 OK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叫pay的function 呃不是 接下来我们是pay 既然我order完了 我确定要payment了 pay 然后他为什么会出这个 因为他讲这张单 呃 这张桌子有超过一张单 可以确认一下 你是要帮这个33块的还钱 还是 要帮这张10块9的还钱 如果今天我是要帮10块9的还钱 payment confort press it 他就会 lead你去payment page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用cash other epayment 如果你今天是有applymembership的话 旁边会有一个membercredit的payment method 然后 这边 右上角我们有一个splitpayment的function 我今天呃 customer讲我今天带不够钱 我想要一半一半还钱 我split一半我还cash5块钱 剩下的钱我想要他选购还钱 OK 我们就可以用splitpayment function split5块出来 这个5块是用cash还的 如果我今天是真正还5块我就按5哦 给10块可以按10 如果讲他今天customer要给你11块 我就可以按custom 然后打那个11块进去 有没有reference OK customer 11块 OK check out的时候我可以看到 今天customer给我11块 我需要找回他6块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